那你決定開始找第二村的時候 你是透過什麼樣的方法 第一個我不敢找網路 因為我們聽朋友的案例 就非常恐怖 然後那個 我就覺得剛剛他講的 就是知道這個不會 我今天這個收穫 就是說不會 社會檔案是有人知道的 所以我選擇我不知道原因 可是我走的路是那個找人相親 那我就告訴所有人 不管關係親還是遠 我都跟他講說 我要找個辦 我希望快點要有個辦 我知道我在那段時間 你就親友散發這樣的訊息 我廣發 我覺得一百個人笑我 沒關係 只要我最後成功就好了 對不對 而且我依照我們以前做生意 跟所有的這個商場經驗 事情要成功 哪那麼簡單 我必須要 魚樓要放很多個 所以我知道在沒有成功之前 我是這個圈子裡面 大家的一個笑話 表面人家說很好 但適合笑我的人 我當然知道很多 可是我很清楚 我喜帖發出來的時候 我就變神話 所以我的勇敢 而且我的真誠 我就是不遮掩 我就說我有需要 我就是想要有辦 我就是有費洛蒙 然後人家說你這個年紀 還有 我說對啊 這個年紀還有 我要聽跟我有同樣狀況 女人發生 所以你們不可以歧視他 你們一定要支持他 你可以不幫他介紹 可是你不可以剝奪 他的這個人權 我覺得這是一個人權 了解 我覺得出軌跟外遇 有的時候真的是人權問題 那你有放上你的臉書嗎 所以你想要找沒有 我完全沒有經營這些自媒體 我沒有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的人生圓滿了 可以了 那你有去找那個婚友社嗎 沒有 我有聽人家講 也是有故事 那你交友的那個圈子很廣斷 這樣就可以相親三十次 一半的人笑 一半的人在背後做什麼動作 說批評的聲音 很難聽的很多 但是講來聽聽 可是他批評你什麼 你神經病 你這把年紀 你不嚇死人嗎 你腦子灌水了嗎 你可以養狗 你可以養寵物 那個那個那個宗教團體有共餐 旅遊對不對 我真的有去做志工 我真的覺得到是不是 這樣我排檢我的孤寂感 然後我就坐到那些人的旁邊 我後來發現我會演講 我不會聊天 那因為我就是很誠實面對自己的需求 相親了大約三十次 那到最後才成功嘛 那前面為什麼不成功 這裡面 看到哪一些 你覺得比較特別的 好吧 沒關係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這個既然大家都不怎麼講 我就犧牲小偶 我都其實我們 我們其實就是一個分享的平臺 沒有 我覺得這個 這個 這個是二婚市場的這個社會問題是很嚴重 因為我是念社會學 我覺得這個社會問題 應該有人來解決一下 它是存在的 問題存在的 問題是存在的 我先要否定一個觀念 我很不喜歡人家講這句話 人的一生都是孤獨的 開什麼玩笑 你出現在宇宙的 那一秒鐘跟你媽媽就在一起 人從來沒有 不是孤獨的 這個獨生主義是一個非常不好的 一個病毒觀念 我覺得他是比COVID-19感染的率還更高 不要有獨生主義概念 人生不是孤獨的 那你有了這個需求的話 你就要去認真的去追求 你要清楚 你要什麼跟不要什麼